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英国摇滚乐手Elton John 生平事迹被搬上大荧幕 今天为大家点评火箭人Rocketman 以下电影画面由Paramount Pictures提供 著名摇滚乐手Elton John 已突出的钢琴弹奏和鲜艳大胆的服饰文明 但他的歌曲却是他奠定在国际乐坛地位的关键 电影带观众到Elton John的童年 父母相互疏离 Elton的音乐才华虽然被母亲发现支持 但也还是外婆帮助栽培 他的台上经验从当钢琴乐手开始建立信心 组团演唱并找到Bernie Taupin 为他的歌曲填词逐渐受到关注 后来到美国发展也赢得无数的新歌迷 但是他私生活的这段路也布满荆棘 在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 接受本身的统治身份 和经纪人的关系也从亲密到恶劣 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加软上酒饮毒饮 电影以歌舞剧的形式结合Elton John的名曲 和他主要的生活时机 剧中人物也利用歌曲叙述当时的感受 似乎要观众了解这些歌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诞生 而故事也透过Elton出席借引会议的模式 带观众回顾这些时机 这些都是这部自传电影与众不同之处 饰演这个传奇人物的是年轻演员Taren Edgerton 演出方式并不用模仿或让自己完全消失在人物中 可以看到的是他积极分享从剧本中取得的人物精神 Edgerton也分享这是他演艺生涯中 一生只有一次的特别经历 有另一样的厉害的男人 他40年 他失去的路上 他不太能够接线 他都变成了 你知不知道 他在他30年中 他在他手上的世界 Taren Edgerton表示 从主人翁青少年时的羞涩 40岁时的彷徨失措 30岁时成名拥有全世界的感觉 都是有演出不同心理的机会 电影在体现人生感受的工作上可圈可点 而令人亮眼的是影片中重现一些著名服饰 多年歌迷会回味无穷 而去年同样也是传记歌舞剧 讲述Freddie Mercury世纪的Bohemian Rhapsody相比 这部Rocketman在情侣镜头方面比较大胆真实 但是在内心情感的刻画则不够深 似乎还和观众保持一段距离 美中不足 火箭人Rocketman会让歌迷满足观感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的强力推荐 火箭人Rocketman会让歌迷满足观感